大家津津乐道 津津乐道里头 当然小小的讽刺雨也在里头 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APA7攻击直升机的问题 那接下来看到 这个F-18美国大华蜂 两架飞机因为 整个例行性的演训 结果现在呢 发现有点小状况 预行性的迫降在 我们台南的家 台南的基地 那么今天刚刚 中午的1点13分 已经飞走了 因为运输机昨天下午 昨天晚上来 把该带来的器材 通通换了一换了 好 那这里头我们刚才 我们先请教的是 胡老师刚才讲到 全没有敌我意识 但是F-18来不得了 叫你不准碰就不准碰 不准看就不准看 虽然大家还是 很认真在拍 这应该怎么去看待 这两件事情 对 其实美国它军方 做很多事情 都有一个作业手册 英文叫manual 你有标准作业程序 现在它的战机 降落在其他的国家区域里面 它当然更要谨慎 在几年前 大家还记不记得 美国的军机 跟大陆军机 曾经发生差撞事件 94年前 对不对 那个事情后来 也是弄了很久很久 然后那个军机 大陆可能就是 也派人进去了 我记得 然后大概什么机密 也弄了一大堆 然后美国非常火大 双方闹得很严重 所以这次 它维修迫降到台南机场 我想它的防护措施 当然是不会少 我们能说什么呢 对不对 人家这样讲 我们跟它的 虽然中美协防条约 早就一直在 中共跟美国建教授 就废止了 但是广义来讲 我想我们国人的 这个尝试也还是觉得 我们跟它还是有点 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 虽然没有什么正式的文件 所以它这样要求 我们当然也只有 这样子顺从了 也只能这样子 但是这里头太大的 一个政治意涵 说第一天过夜 国防部也觉得怪 过了两夜 今天中午才走 这实在是 这次的一个问题 太严重很难修吗 或是要过远 有这么难修吗 所以运输机来 本来下午要来 蹦蹦蹦到晚上才来 有人说是怕被拍 但今天离开 也是中午的时候 大家也是拍个很开心 让他起飞的样子 东东拍到 所以这里头 中国的角色 在这里发飙了 但是美国人认为 就是要做给中国人看 因为在这件事情前两天 大陆的中程轰炸机 那个是可以配戴核弹 它飞越巴士海峡 那意思就是说 我也可以飞到关岛 你看着办 就是这个意思 我就演给你看 可是它不好意思飞关岛 因为那个太平感 它就飞巴士海峡 美国当然很生气 它也飞回来了 也不是飞回来 美国F-18跟中程轰炸机 不是同一个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说 事实上以美国 它是说它是预防性迫降 它并不是说 一个小时内飞降落不可 所以理论上 它可以飞到琉球 也可以飞到菲律宾的克拉克 甚至飞到 它为什么要飞台南呢 起来是故意的 就是说 这里还是我的私立范围 不过表示这个 出状况出了证事时候 我也坦白讲 我也严重怀疑 那个状况 有没有那么严重 当然有一个盖子掉了 那也是真的 然后说怕引擎过热 那那个盖子是不是真的飞到一半掉了 我们也不知道 美国你是高度怀疑了 不知道 反正显然是故意的 因为它事实上可以飞到琉球 或者是菲律宾 其他这次目的地是新加坡 军方 它美国军方自己讲 到新加坡参加军演的 但中途在这几次 因为F18速度很快 一下就到了 一下就到了 是 所以没有理由要到台南停 而且还两架进来 是 晚出发慢慢来 开不快这样子 对了 对了 好 那这个宣誓意义达到了吧 美国事实上所有的媒体都这样写了 说实在话 只有国务院不承认 好 不过讲国务院角色也好玩 第一时间AIT高调的感谢我们让飞机来 第二时间我们刚说1点13分飞机飞走之后 美国国务院告诉大家 真的感谢台湾 也感谢台南机场让我们做维修 又是高调的来感谢一下 我请教现在加入我们讨论行列 是台北市议员黄红卫 红卫 这里头政绩行就很好玩 以前会这么高调的感谢我们 不会 这是来 赶快感谢你 一走也立刻感谢你 因为这次感觉美国确实是很高调 然后又再加上最近因为有一些很敏感的事情 大家本来还开始认为说 是不是跟我们加入亚投行有关系 还有前一阵子M503 这是不是美国也来关切 不过看起来可能跟这两个的比较低一点 跟刚才郭正亮委员说的 在讲就是说美国他的 对不起 中共的他的军演 然后已经直接好像威胁到关岛 立刻美国还以颜色 然后去做一个这样的迫降的动作 那当然因为我觉得还好 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战机迷 他们真的拍到了 拍到他有一点破损 如果没有破损 如果都是很完好的 然后说迫降的话 我想可能引起的那种质疑 跟猜疑一定会更大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从亚投行到这个F18迫降 其实我觉得充分说明 台湾在两大国之间 美中两大之间难为小 也在两大之间 其实台湾有一个非常非常 微妙的一个地位 那我觉得这次 其实F18的迫降 我特别觉得就是说 因为中国大陆 因为包含外交部立刻发言 那发言立刻就是说 要恪守一中原则 以及遵守美中三个公报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 很严肃的一个喊话 所以这中间绞尽的异味 其实已经不严格了 好 重点就是两大之间难为小 但这个小呢 虽然小 但是操作的好话 在这里可是两边都影响得到 台湾有没有这个能耐呢 还是内部先吵 再说呢 凡事都是老马英九的错 我们待会带你来看